五十说法都有净土法门的施设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说末法众生有个特点 不知恩不报德 很多众生对释迦牟尼佛的恩并不了解 因为世尊在这个五着恶事 结着 剑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中竟然还能成佛 成佛竟然还能说一个一切世间特别难信的法门 这桩事情那就是稀有吗 稀有的大事因缘 所以佛说阿弥陀经中就用十方诸佛的口吻 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此着视 成佛 说难信之法来度众生 是未甚难 从佛的一代识教来看 我们看到佛在法华会上开全显时 开尽贤本 开尽贤远 法华经是这样一部纯元的经典 在此经典中讲诸佛如来出兴于世 唯以一大事因缘 我们来看这一大事因缘 什么叫一 一成法 什么是大 一切众生心体其大无外 什么是事 就是初离轮回 缘成佛果之事 什么是因 一切众生本具的本觉理体 什么是缘 诸佛来讲经说法就是缘 如果没有诸佛这个缘过来 我们虽然有佛性 但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一大事因缘 其目的就是唯欲众生开 是 悟 入佛之之见 开 是事属于佛那边的 佛通过开事 打开众生烦恼里面的如来藏 来指示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悟 辱是属于众生这边的 众生的在禅如来藏中 具有如来全体的性格 众生在闻听佛之开示后 他相信有佛性 然后再解 行上器物 就正入了佛之之见 佛的之见就是离开一切面 离念灵之 就是出世间的智慧 而众生有种种的根基 种种的好恶 种种浅深的上根 种种程度的烦恼 为了令众生开示物入佛之之见 就因这个积来施设教法 本来佛的本怀是要称姓宣说一成法的 但是众生没有办法相信 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佛就从十项一成法里开出二圣 三圣 乃至五圣佛法 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的施设 佛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说预备了要讲什么 佛是无念的 是不动的 他的一切教法也是顺应众生的心实 根基 好恶来施设的 所以佛最后说他四十九年 没说一个字 也无众生可度 这是佛的境界 无众生可度 又终日度一切众生 佛师设门于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寻寻善诱 让我们的根基调数 华言会上将佛的一代识教用太阳来比喻 太阳刚出来的时候 先要照到山顶 也就是要说最高妙的法 这就是大方广佛华言经 佛未界外的法身大事宣说 但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听不懂 也看不到 所以佛就得不动到场 分身到陆也院 为吴比丘宣说四地法 这就是太阳慢慢的要照到山谷里面具了 说最低的法 然后到最后 太阳要落山的时候 他又照到高山顶上 这时候就说法华经和涅槃经 这样大成的经典 在佛的一代识教里面 净土译法是一个特别的法门 在五识说法里面都有 在先照到高山的大方广华言经里面 就首先宣说了净土往生译法 这就是体现在普贤行愿品里面 特别在方等时广为宣说 到了法华时还在说 所以我们说净土译法 有别五识 有通五识 五识都有净土法门的施设 但是净土法门要称性说出来 这就要等待机缘 我们从目前所翻译出的净土三经来看 有一个特点 就都是佛观众生 待其能够贺丹 相信净土译法的时候 他才心怀愉悦地来说 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 佛说无量寿经中 佛说无量寿经在五种原义本里面 是同样一个缘起